其实我都知道你挺看好新能源汽车的版块 说一下你的计划和看好哪几只股份 如果说股的话 那没错的 新能源汽车的版块 其实我都是觉得可以看高一线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国策都说明到2025年 你要有两成两成半的车是新能源汽车来的 现在新能源汽车的主流仍然是电动车 即使你是混能也好电能也好 轻能我自己看 由现在到2025年是未足以普及的 因为轻能它的配套是很重要的 这个有机会再说 但是电动车大家想想起比亚迪 可能会说不是 还有一些车身势力 是他们近年是做得很好 但是留意一下比亚迪一个月出的电动车 或者新能源汽车有多少架呢 七万一千架 是去到这些数目的了 但是新能源汽车的增长是很厉害的 刚刚对上一个月两家 这个蔚来和小鹏其实都是过万架的 嗯 但是他们你见到 先前一些车厂的供应 不是那么理想的 你看到理想 其实它那个出售汽车的数目的销量 可能突然间只有五千多架的 原因是他们在供应链的管理上 未必说真的做得那么好 比亚迪为什么可以这么稳定地增长呢? 那个销售的数目 原因就是他们在电能和电控 还有电池这几样东西上 它可以掌握到我们所说的三电 其实在全球的层面 唯一可以掌控三电的公司 其实只有比亚迪 Tesla 也不是做这件事 这个不是高低的问题 而是Tesla 他们的哲学 和比亚迪有点分别 但是比亚迪在这方面做到这件事 就可以确保到 它整条供应链的管理是畅顺的 在汽车里面来说 供应链的管理才是核心 你单纯说它一些引擎科技 或者是单纯说它车是否漂亮 其实这不是它成败的关键 它一定要确保到 它的供应是很稳定的做到 才可以令它持续壮大 很简单举个例子 其中一间世界上最大的车厂 是丰田 丰田的车 大家会觉得会不会很漂亮 很性感 很吸引 个别可能会的 但是总体来说未必是 但是这个由于它在供应链上的 管理的出息 就令到它去到今天的规模 这个就是第一 我看好电动车行业的原因 第二就是我选择比亚迪的原因 比亚迪或者电动车这个行业看好 我想很多人都认同 但是问题就是 我自己看着比亚迪的股价 就不停地上升 其实很害怕会高追的 你的建议呢 你觉得现在是否一个值得买入的时机 还是第一次等 第一次等 第一次等 坦白说你问我 我自己都害怕 我都不会在这些位置再加货的 是 如果你说在比亚迪去到先前那些位置 它又来一次仕顶 后来 我们又不知道它破不破破破 무서 我們倒不如先讓它不穿 又或者讓它真的升穿了 突破了才去 最多不遲 沒有理由這些位置這麼尷尬去做 但是比亞迪始終在上升的通道裡面 它現在的中軸就大概在280元那些水平 至少等它會落到接近260至280元那些位置 才再收集都不遲 你覺得是等得到的 等得到的 它反反覆覆是會向上的 而且它亦會有位置給你購買 這些可以等下 其實港股有道不好就是要一手一手購買 你不像Tesla 是 這個是一個問題 我們不少投資者都會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它一手真的比較貴